大家好!很久沒見啦! 今集會帶大家去我在桂林住過的三間酒店 I'm going to be high 第一間入住的酒店是桂林中心自選假日酒店 我們預訂的是高級商場房 價錢約港幣368元左右 之所以選擇這間酒店 因為它的地理位置非常優越 位於壽峰區的中心位置 走去正陽步行街、妙街 或是東西行 只需要5至15分鐘路程 非常方便 另外酒店在2018年開業 所以設施都非常新正 酒店的基本設施齊備 而且整潔乾淨,住得挺舒服 來個少少的room tour 門口旁邊的小怪仔 放了一個裝物袋 可以用來裝臭衣、臭褲 還有兩類的織器拖鞋 兩類的織器拖鞋 顏色不同 方便便應 再走入少少 有個小隔板 旁邊有張書桌 提供兩支瓶裝水 和咖啡包、茶包 還有一個很濕的熱水壺 還有一個很濕的熱水壺 這麼濕的? 兩張單人床旁邊都有USB插頭 方便手機充電 洗手盆是放在廁所的外面 提供英國品牌的洗手液和沐浴產品 還有兩套個人護理用品 為了支持環保 我不打開它了 洗手盆旁邊有風筒提供 至於廁所裡整結乾淨 再走入少少 有個淋浴間 我們之前貪得意賣了一盞紫外線燈 貪得意晚上拿來照一照 好像都幾乾淨 酒店有提供價值45元的自助早餐 選擇不多 都是粥粉麵飯 黃金糕 但值得highlight的是 它們有乳酪和即叫即做的桂林米粉 去龍脊梯田旅遊的時候 我們入住了龍聖龍脊一品三房度假酒店 原本我訂了一間很普通的房間 大概200多元港幣左右 後來被升級去向入葵親子房 價值573元 訂這間酒店是因為它的設計比較新式 簡約有別於傳統的木屋風格 我們這間房的特點是有180度的梯田風景 如果你也要來龍脊住一晚 其中一個酒店考慮的因素 就是你想住在梯田的什麼位置 例如山腳 山中間 還是山頂呢 我住的這一間是位於山中 所以一打開窗 就會直望看到梯田的 另外酒店有提供免費的接送服務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記得事前要打電話給老闆 老闆就會去停車場接你 會幫你搬到行李 因為山上資源貧乏 加上地形限制 所以山上的酒店 衛生情況是不可以跟大城市的酒店相比 第三間我們住的酒店 叫做陽索 妻心救人客棧 這間酒店是屬於偏貴的精品酒店 每晚房價接近600元 我們訂的是捉引景觀房 之所以訂這間酒店 因為酒店是位於十里華樂景區裡面 另外我在網站上面看到 酒店有個大浴缸 大浴缸前面有個很漂亮的風景 我就想如果我可以一邊浸浴 一邊欣賞風景 那就好了 結果去到發現 美景被樹遮住了 作為一間精品酒店 它當然有它自己的主題 它們是以禪義和中國特色為主吊 在酒店不同的方面 都可以看到它們這個特色 好像香薰的味道 它們的裝修 房間的擺設 房間的擺設 可惜的是 酒店的附近 不知為何 總會傳來大大聲的大媽哥 另外值得一讚的是 酒店提供的沐浴產品 竟然是用Nocetan 整體來說 這間酒店都住得頗舒服 是一間頗有質感的酒店 而且酒店都近旅遊景區 好像大榕樹一樣 但是價錢就略貴 還有它們的早餐不多好吃 A餐是食粥 B餐是桂林米粉 這集來到這麼多 記住 訂閱和讚好 拜拜 拜拜 有美女服侍吃早餐是不同的 但她吃了洞麵多 不同的地方就是有洞麵包 你以為有美女服侍有什麼不同 就是多了洞麵包